大家好, 最近一度聖誕節就瘋狂有玩具出貨 今期開箱的就是這個超人吉田的變身器, 55 週年版本 開箱完上次的 SHF 田陸經之後, 立即馬不停提開箱這一款變身器 救命, 太多玩具出貨搞得要不停拍片 我這條2022年回顧影片還未完成 講回今次的吉田變身器 超人吉田的變身器早就在2016年推出過 在未宣布推出今次的55週年版本的時候 網上也曾經見過賣3,000港幣, 相當誇張 現在只需要700多港幣就可以入手 果然有Bandai就沒有絕版 所以很多時候有些玩具真的不用高追 時間久了, 官方自然會出手 開箱之後, 裡面都是一眼看光了 變身器, 蓋子, 台座, 全部都在這裡 變身器裡面已經有電芯 大家可以省下不用買電 我們就來看看有什麼玩法 今次這個變身器要玩的話也挺麻煩的 首先先說一下它的變身器 主要有兩個按鈕 一顆就是前面紅色的按鈕, 就叫A按鈕 另外還有一顆在背後的位置 這一顆就叫B按鈕 這個變身器大致上有三種模式 分別做是A, B, C 三種模式 A模式是最容易開的, 直接拍出按鈕就可以了 頭頂這裡都會發光的 A模式這個情況下 開完之後什麼都不做, 直接按A按鈕的話 就是最基本的變身聲效了 如果你想像說明書一樣聽一些特別的變身聲效的話 我們就要先關掉 重新開一次 再看說明書, 看你想要哪一款 假設你想要C那款 重現第18話的變身器 你就麻煩一點, 就需要這樣做 按了兩次B按鈕之後 再按A按鈕 那就會出現不一樣的變身聲效了 這個就 看你自己想聽什麼聲效 但這個設計, 老實說我覺得真的有點麻煩 你這裡有五款的變身聲效 你就要每一款特意關掉之後再開回再長按來聽的話 這件事都挺濕的 好啦,不要緊啦 變完身了 變完身之後, 如果短按的話 再按一下 那就是這個飛行聲 繼續短按的話, 亦都有其他聲效 那就和大家一起聽一下 好, 那就回到這個飛行聲了 那至於長按的話, 亦都會有其他聲效的 好, 那就回到這個飛行聲了 那這個就是那個光線聲啦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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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呢 大致上就是這麼多了 那B鍵也有不同的,首先我們短按一下B鍵 會有些BGM,一共有三首的 一共有三首BGM,長按的話 就是這個信號燈,閃的聲效 至於A鍵和B鍵,就是這個解除變身的聲效 這樣就解除了變身 一樣,如果想變回新的就按A鍵 這個我剛剛選了第十八爪變身 所以它還是這個聲效 如果你想聽原本的聲效 就可能要再重新按B鍵 即是轉到A鍵,或者直接關掉 這樣就回來了 這個設計也挺麻煩 好,不要緊,我們接著到B的 看說明書 B那個 啟動狀態 B那個鍵是開啟之前,就要按A鍵 然後再開啟 那就可以了 其實B鍵,B鍵和A鍵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開啟的變身聲效不同 都是一樣的,看回你想要哪個變身聲效 其實我私底下都試過很多款 最好的那款都是E的 轉一轉 為什麼這款是最好的呢? 因為你變身的同時 亦都會聽到有其他超人的變身聲效 大家聽一下 就是這樣 這樣也是一樣的 變身之後 它的操作 基本上 就是那些按的按鈕 和A變身之後 那些全部都一樣 沒有分別的了 這個就 不特地再說了 那直接就去到C的模式 C的模式 就是要按10B鍵去開啟 C的模式 就是最方便的 因為沒有那麼多花生 直接只有兩種 第一就是A變身 變完身之後 你再按多A 都是變身聲來的 長按也沒有其他聲效 即這個C模式情況下 總之你按了A鍵 就一定是變身的 即是那個變身聲效 那B呢 都是一樣 都是跟剛才的那個 一樣 變身之後 都是單按 單按就BGM 接著長按就是 單按播BGM 長按播這個 響訊號燈的 大致上的玩法就是這樣 老實說 真的覺得有少少 可惜 因為最主要的AB變身 症效太麻煩了 每次要長按來轉的話 真的太多了 還有沒有收過 什麼特別的 演員的對白 就有少少可惜 不過如果是粉絲的話 其實買回來 聽一下玩一下 模仿一下變身也是不錯的 總結來說 今次這款變身器 適合吉田的粉絲 或者之前2016年 錯過了入手的師兄 作為變身道具 或者紀念用 都算是不錯的 外形上都相當還原 上色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如果要講CP值的話 實在麻煩了 聲效不算太多 而且切換聲效都很麻煩 每款聲音又很像 聽起來真的好像個個都一樣 所以值得入手 就真的看看你有多喜歡超人吉田 今次的開箱分享就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或心得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